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1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网播报 我是Jennifer 加拿大联邦政府在2022年预算案中提出一系列房市新政 表示要让加拿大人负担的几住房 针对这些住房新政 华人网民议论纷纷 近日 联邦住房部长胡森表示 新政包含了增加供应 打压投机 帮助首次买房者等一览子计划 其成效也需要放在一起考量 至于央行加息对房市的影响 胡森称 加拿大的金融系统非常稳健 远没有糟糕到2018年美国侧带危机那种程度 首先 有华人网友和业界人士指出 禁止外国人购买投资房的政策并不会有效打压房价 因为外国买家数量非常有限 相比之下 加拿大本国的房产投资者持有多套住房 占据了住房存量的30%到40% 政府是否会针对本国多套房投资者出台相应的政策 胡森表示 我们需要理解 新的住房政策是一揽子的计划 需要放在一起来审视 禁止外国买家是其中一项 还有很多其他政策 包括大幅增加住房供应 所有政策都是为了应对住房的挑战 让加拿大人负担得起自己的房子 他说 加拿大的人口增长速度是G7国家中最快的 但是加拿大的住房供应量并没有体现这一点 所以我们需要建造更多的住房 政府的计划是在未来10年加倍建造新住房 其次 政府会帮助首次买房者 我们推出一项首套房免税储蓄账户 账户金额最高4万元 让首次买房者 尤其是年轻人更容易买到房 政府还将首次购房者的税收抵免增加一倍 达到1万元 帮助他们支付与买房相关的开支 政府还延长了首次买房激励计划 此外 政府也将结束房地产行业的不健康操作 如禁止盲目净价等 政府还在研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解决房地产投机等行为 第二个问题是 江大现在每年吸纳40万新移民 相当于约20万个家庭 如何能为他们提供如此多的住房 新移民扎堆在大城市 如何吸引他们去小社区和偏远地区 并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能留下来 从而减缓对大城市住房的需求压力 虎森表示 这方面政府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 包括大西洋移民计划 旨在吸引和留住移民在大西洋省份 政府还推出了乡村移民计划 省提民计划等 这些都是为了让移民在乡村地区定居 许多乡村地区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和劳动力 这正是政府正在做的 第三个问题 政府出台的新政并没有针对不同的地区和市场 比如有些城市需要进外国买家 但另一些城市需要鼓励外国买家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是否会有效 胡森部长表示 需要所有的政策放在一起来看 所有的政策都是有用的 针对住房供应 需求 房产投机 帮助首次买家 还有提供可负担的住房 作为2020预算案的一部分 住房政策是应对所有这些问题 不少华人朋友关心的第四个问题是 加拿大央行开始加息周期 利率将持续上升 在此背景下 政府是否有数据关于有多少房子将会违约 加拿大房贷保险机构CMHC将承担多少 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 来避免发生类似美国2008年的市场崩盘 胡森表示 加拿大央行在利率决策上是独立的 加拿大房地产乃至财政领域的任何一位专业人士都会说 我们的系统相比美国2008年的情况要稳固的多得多 我们有一套深思熟虑非常谨慎的政策来管理房贷 住房所有权以及银行放贷的应尽责任 我们有压力测试 房主必须通过测试才能获批房贷 银行都受到良好的监管 所以加拿大并没有美国当年的次贷问题 第五个问题 关于房东与租客的纠纷问题日益突出 有许多关于租客滥用系统的报道 锦安省就有约50名房东被租客逼到无家可归 在这一问题上 政府可以做什么来平衡权利和责任 胡森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不过关于租赁和租金的规管属于省政府的权限 联邦政府将提供帮助 并重视要帮助在租房问题上面临挑战的加拿大人 联邦推出的一项重要措施是住房福利金计划 为数十万名支付租金有困难的加拿大人 提供直接现金资助 在2022年预算中 政府在该计划下将在平均2500元福利金的基础上 额外提供500元 俄乌战争仍然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 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 当地时间周日 俄罗斯方面证实 已向仍在马里乌波尔战斗的乌克兰政府军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他们放下武器投降 否则格杀勿论 不过在最后通牒发出数小时后 乌军并未投降 乌克兰总理周日表示 战略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 仍在乌克兰的控制之下 乌军将奋战到底 绝不投降 稍后俄军又恢复了对当地乌军的空袭 分析人士指出 如果马里乌波尔落入俄军之手 乌克兰便丧失了全部亚索海岸线 同时也意味着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乌克兰首次有大城市落入俄军之手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警告 马里乌波尔可能成为乌俄和弹中不能踩的红线 稍早前 俄罗斯方面表示 俄军已经完全清除了马里士波区的乌军武装人员 并基本控制了市区 周六只剩一小部分乌军士兵 仍然驻扎在当地大型钢铁厂 亚索钢铁厂内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 俄军已并且包围了亚索钢铁厂的残余力量 俄方称 截至4月16日 乌军已经在马里乌波尔损失了4000余人 未经核实的俄方消息称 钢铁厂内大约有2500名武装人员 其中包括数百名外籍雇佣兵 俄罗斯国防部稍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俄方要求被包围在马里乌波尔亚索钢铁厂的乌克兰军人 在黎明前自动放下武器投降 以保住他们的生命 声明强调 守卫钢铁厂的武装人员 可以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前离开工厂 但不得携带任何武器及弹药 后来 这一期限被进一步延长到中午12点 如果守军继续抵抗 就会被全部消灭 在俄罗斯最后通牒到期几个小时之后 乌克兰总理丹尼斯·史米哈尔表示 马里波仍在乌克兰控制之下 这座城市仍然没有沦陷 史米哈尔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专访时说 我们在那里还有军队 我们的士兵 所以他们将战斗到底 史米哈尔还表示 当地还有约10万平民也遭到了包围 面临缺水、缺粮、断电、停暖的困境 另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 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在美国NBC节目 会晤新闻界节目中透露 他上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 普京相信自己正在赢得对乌战争 内哈默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唯一一位和普京会面的西方国家领袖 除了和普京会谈以外 内哈默也曾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 和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会面 针对普京认为莫斯科正在赢得这场战争的言论 乌克兰总理史米哈尔指出 虽然有几个城市被围困 但只有南部的赫尔松被俄罗斯控制 我们不会离开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土地 他补充说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周六也表示 如果被包围的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军队被打死 与莫斯科的和平谈判将被取消 普京总统已经表示 谈判走进了死胡同 据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17日 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乌军已做好准备在顿巴斯地区作战 这将决定乌克兰的命运 泽林斯基强调 乌克兰不会为了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 就放弃乌克兰东部领土 泽林斯基说 虽然俄军撤离了基辅和切尔尼哥夫州 但这并不意味着 俄军一旦占领顿巴斯地区 便不会再次前往基辅 泽林斯基同时表示 如果还有谈判机会的话 那么乌克兰会谈下去 但拒绝在俄方的最后通牒下进行谈判 泽林斯基还说 不排除俄乌冲突未来走向的另一个版本 那就是乌克兰能和俄罗斯打上10年 庆祝复活节和逾越节的加拿大人 两年来首次面对很少的公共卫生限制 包括与家人和朋友聚会的能力 不过有专家建议国民谨慎 并建立限制新冠病毒的传播 安省新冠疫情科学顾问团负责人 Dr.Peter Juni向CTV表示 这意味着要使用超过一项快速抗原检测RAT 他强调不要相信快速检测 原因是大家还不知道 如何与Omicron的BA2子变体共处 如检测结果是阴性仍是不够的 该顾问团于2022年2月发表的简报纸 公众认为RAT对Omicron病种不太敏感 Juni说由于对暴露在BA2子变体的检测表现情况所知甚少 他建议国民与家人和朋友见面前进行至少两次快速测试 以确认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 此外 只有你同时建议任何出现症状的人 不要与他人聚会 并应自我隔离 常见的症状包括喉咙痛 有鼻涕 心或恶化的咳嗽和疲劳 除快速检测 那些能将进属活动移至户外的人也应该这样做 以或更好的空气流通 在室内聚集的人应限制参加人数 避免拥挤 并确保有适当的通风设施 Omicron的BA2子变体最初在加拿大的传播似乎相对缓慢 不过 免省和安省等省份已宣布 该变体是社区间传播的最主要均株 据CTV汇编的数据显示 加拿大的新冠病例数字再次攀升 Juni说 最近感染病毒或已按推荐的疫苗剂量接种的人 预计将有很好的保护 防止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但那些没被感染或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则应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 目前 安省约有5%的人口感染了病毒 卑诗省的比率也接近 Juni强调 当到某个地方进行社交活动时 可以肯定的是 如这群体更大 其中至少会有一个人具有传染性 她建议在长周末假期后继续使用优质口罩 或在布面口罩下放置多一个医用口罩 我们温哥华港湾TV最近开了一个全新的月月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关心温哥华和看世界 月月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以上就是本期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